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696节 现在的长平仓、兴平仓只有晋王在今年5月购置了十万单粮食 其余的都在粮库里温丝未动啊 老臣非常担心这些粮食会发霉 武德年间百姓只要听说长平仓开始放粮就会蜂蜂而入 现在去长平仓的都是些逐利的商骨 他们想低价要那些即将变霉的粮食 好回去酿酒或者喂牲口 百姓家根本就不会去长平仓买粮 哪怕比市面便宜 他们也不要那些沉骨子 这些事情不但微臣在自己活的年岁里闻所未闻 就是翻遍史册 也不见只言片语 天下大风啊 老臣坚持了六十余年的志向 六年前就达成了 现在每过一天 老臣就认为是赚的 所以也就变得不像陛下这样严谨 李二文言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房玄灵说 怪不得你现在得过且过 好日子谁都想过 不把所有的事情想到头里 做到头里 说不定就会出现泉州这样的惨事 再人几年 朕知道你想告老 等到年轻一辈成长起来以后 你就能 喊你弄孙了 高阳的身子 现在如何了 快要临盆了吧 房玄灵捋着胡须大笑着说 前日老臣专门去玉山 请了孙道长给高阳诊脉 孙道长摸过脉之后 说公主身体强健 大笑平安 而且有八成的可能是 怀的是一个男婴 李二也是喜不自生 房玄灵见天色江湾 拿着云叶的奏折 打算离开 小心的向李二请示了一下 卢成庆的案子 该如何处置 许之 罢绝 欺甲 这就是李二给出的答案 房玄灵点点头 李二已经是法外诗人了 长孙顺德 刘弘基 他们这七家 这一次算是再劫难逃了 必须早一点去通知 这七家人 自从知道泉州和岭南水师 被打烂了 就惶惶不可终日 躲在家里 等着抄家的天使灵门 按照刘弘基的性子 这时候说不定 已经开始斩杀自己的宠妾了 桑玄灵出了宫门 杜如悔和叶甘薰贵 就闻住了老房 打听这一次 对刘弘基他们这些人 到底是如何处置的 桑玄灵对刘弘基的大儿子说 你交的朋友没错 云叶的奏折里说 卢成庆是战死的 对他投降海盗之举 只字未提 所以陛下 对你们几家人的处置 就是夺绝罢官 这已经是好的 不能再好的结果了 罢了官 没了爵位 人还在就有机会 但是泉州百姓遭此罹难 都是因为你们玩弄全数的结果 泉州的安普之资 自然需要你们来出 云叶虽然不忍心 看到你们血流成河 新州的怒火 到底有多盛 你们心知肚明 刘正武软软的坐倒在地上 抹了一把眼泪 就对房玄玲说 刘家 愧对我这个兄弟了 小侄明日就南下 亲自去向泉州百姓谢罪 也去谢谢云修 不杀之恩 长孙无忌叹了口气 背着手上了自家的马车 对马车里的长孙顺德说 听见了 都是你们造的孽 没有捉娇龙的本事 做什么屠龙手啊 云叶在海上的誓衣 我都没有敢插手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熟悉 这几年赚了一点钱 赚的心都被钱蒙住 俗叔 我就不明白 你们怎么敢插手 岭南誓衣 皇后在那里有产业 太子在那里有产业 魏王在那里还是有产业 再加上一个云叶 你们真是福口巴压呀 长孙顺德 早就被他这个晚辈 训斥过无数次 这一次也不还嘴 猛的抬起头 对长孙无忌说 老夫怎么就觉得这件事 是云叶安排出来的呢 说不定 那个女海盗 就是她的人 这一次借助女海盗的力量 一举将我们欺加击溃 好手段 长孙无忌耻笑道 如果云叶有这样的本事 我是佩服的五体头弟 怎么 你还不服 打算再去找他掰掰手腕呢 不管那个女海盗 是不是云叶的人 我来问你 人家这一次 是不是放了你一马 没将你置于死地 你就该感恩了 祖叔 这样吧 您以后啊 就不要再等我家的门了 有您这样的亲眷 长孙无忌 说也不踏实啊 李二在寝宫里 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 薰柜牌子 吩咐宦官 将变国宫这些牌子 摘了下来 墙上啊 有了一些空余 李二觉得 这看起来顺眼多了 欣赏了一下 就回到了前殿 见长孙 正在和殷妃下棋 就站在一边观战 谁曾想 长孙一把扶落了棋局 对殷妃说 知道您有事情 和陛下说 下个棋都不安心 我就不打搅你们了 殷妃拉着长孙的手说 这事也需要您的手啃 切身就是想陛下和您说说幼儿的婚事 这个孩子非要在太上皇的灵前守孝三年 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 切身就是想问问 真的要守守足三年吗 长孙还没有说话 李二笑着说 这是必然的 幼儿既然发了誓言就必须做到 朕知道你是担心云鸭和幼儿的婚事 没关系 他们有的是时间 等得起 你想抱孙子还需要再等两年 再说了 云叶这几年恐怕没时间 等他从岭南回来以后 就要去北亭 这是早就安排好的 幼儿想要一个盛大的婚礼 就必须要熬足时间呢 殷妃见李二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再坚持 功声告退了 将空荡荡的大殿留给了帝后二人 陛下真的要将这七家全部夺绝 刘弘基 长孙顺德 唐靖安这些人 都算得上是有功之臣 可是这一次犯的错实在是太大了 云叶故意隐瞒 妾身是否该去一封信责备一番 用不着 杀人并非是一个帝王唯一的选择 现在不光是刘弘基 长孙顺德这些人已经落伍了 就连房玄灵杜如悔这些老臣 也跟不上朕的步伐了 过几年 等到年轻人都历练出来了 这些老臣也就该一养天年了 这很想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善终 我们君臣有情有义的必将成为万事之楷模 长孙文言闭嘴 拿手直指阴妃离开的方向 只是看着李二发笑 阴妃的那点小心思 你就不要嘲笑了 这一定是云鸭那个傻姑娘 托阴妃来问的 云叶的安排早就定了 现在告诉他 就是让他有个准备 其实云叶似乎比谁都想去北亭 这一直很奇怪 他为何会对那片土地情有独钟呢 怂恿小鸭去找殷妃 问结果的小五呢 在得到了消息之后 又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师父的宏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一个侯爵去北亭 只能就任北亭都护府的大都护 没有第二种可能 师父的书房如今归塌了 自然云寿也总在这里待着 他不是因为喜欢小五 才和他待在一起的 而是因为他实在是没地方可去了 李燕荣自从进了云家 里程前就好像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闺女 说好了只在云家住一个月的 谁知道三个月了 李燕荣还是在云家不走 看到母亲开始给李燕荣立愤了 云寿就彻底绝望了 这分明就是要长期住下去的势头 十一岁的男孩子讨厌有人告诉他 每天必须刷牙洗脸 更讨厌有一个女人坐在身边 不断的告诉你要上进 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 拿人家洗脸那就是两把的事 以前和爹爹一起洗脸 父子俩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凭什么洗脸就要连脖子一起洗啊 谁告诉他拿柳枝子捅牙齿 需要连厚头牙都要捅一个遍呢 见你捅不干净 那还要上手帮你 新月看到这一幕 就会笑得眼睛弯弯的 然后就会从自己的首饰箱子里 找个漂亮的插在李燕荣的头发上 鼓励李燕荣帮自己看好云寿 就这一点 云寿深恶痛绝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好在李燕荣似乎特别畏惧小五 只要有小五的地方 他绝对不会多待一会儿 于是爹爹的书房就成了云寿的避难之所 小五仔细的计算过 从长安到北亭都护府的直线距离之后 就扔下了手中的笔 很没形象的一屁股坐到了云寿 趴着的桌子上 拿手扒了一下云寿圆滚滚的脑袋说 怎么了 被双打了 男子汉大丈夫被一个小女孩逼得东左西藏的 我看呢 也就这点出息了 云寿翻着眼睛回答说 我以前不明白 迪哥哥好好的家不待 为什么非要跑到沙漠里 现在明白了 他就是不乐意见你 都是被你逼走的 还有我爹 也是被娘亲逼走的 等我长大了 我也跑到外面不回来 小五咬了一口手上的果子 再把果子的汁 抹在云寿的脸上 见云寿恼怒的拿袖子擦 这才笑着说 小屁孩 你懂得什么呀 师父去岭南是因为有人惦记咱家的岭南水师 经过这一折腾 估计就没人惦记了 你迪哥哥去沙漠 是因为要去看看沙漠里 到底有什么样的古怪 你跑出去这是为了什么呀 躲避小女孩 笑死我了 孔子月 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成不我欺哉 云寿忽然拽了一句古文 这句话立刻就让小五大怒 对于比自己弱小的 那就要以利服人 所以他一把就抓住了云寿的耳朵 咬着牙的拧圈 云寿随着小五的力道转了两圈 忽然伸出手 在小五的肋下挠了一把 这是小五的软肋 是小鸭姑姑告诉云寿的 小五的身子一软 这顿时就松开了手 云寿咆哮着就冲出了书房 并发誓和小五老死不相往来 月亮门还没有出去 就被李燕荣给逮个正招 看到云寿红彤彤的耳朵 眼泪立刻就在眼眶里打转 没得说呀 这一定是被小五姐姐给欺负了 云寿不得不将心头的怒火压下来 反过来安慰李燕荣 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女孩子的眼泪 正在安慰李燕荣的时候 新月走了过来 见到李燕荣在哭泣 二话不说 就在儿子的脖子上抽了两巴掌 为李燕荣解气 还不等云寿解释 小五就气冲冲的追了出来 向新月告状说 云寿挠腾的痒痒 新月的脸顿舌就黑了 折了一个树枝子 就在儿子的屁股上猛臭 嘴里还不住的教训儿子 你今年都十一岁了 怎么还敢去挠小五姐姐的痒痒啊 男女脂肪都不顾了 看到云寿挨揍 李燕荣哭的就越发的大声 于是新月揍儿子 也就揍得更加起劲 云寿瞅着小五星在乐祸的表情 怒火一下子就从鼻子眼里往外冒啊 大叫了一声 将走过来要解释的李燕荣 推了一个屁堆 自己一溜烟的就冲出了家门 身后传来母亲 喊家将去追自己的声音 老爹呀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云寿站在一个小山坡上 两只手聚拢在嘴边 朝着南方大声的呼唤 云夜也在喊叫 不过呢 他是对自己的不下喊 岭南水师需要树造的不光是阵型 还需要恢复原来的精气神 船没了再造就是了 精气神没了 这队队伍也就垮了 一支军队只要减员三成 那就算是重创 岭南水师这一次伤亡 早就过了这个数字了 泉州港口大军云集 无数的大军在周边的山林里扫荡 不断的有海盗被大军从山林里搜出来 只要压解到街市上游街市中 一趟下来 海盗就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 愤怒的泉州人恨不得将这些海盗 生生的丝腾碎片 如何安抚这些情绪暴躁的泉州人 是逢岸的事情 云野从不过问 也不能过问 南海道的行军总管 过问民事 安抚百姓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这是邀买人心的罪棍 云野对这一点非常的在意 从不会越雷池一步 等到大地号的船舵装好 那些风帆被烧坏的战舰换好了风帆 云野就带着舰队拖着受损的战舰 直接回了雍州 而他给海峡守军的军令 也早早的送了出去 一年之内海峡只许进 不许出 李荣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翩翩的美少年了 和云寿不同 这孩子出落的唇红齿白 一表人才 见到父亲激动了一下 又生生的绷住自己的感情 文邹邹的向父亲跪拜请安 云野瞪了一眼 站在一边一脸骄傲的李安兰 江丽荣拉了起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 见孩子的身体很好 就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下 示意他呀 可以下去了 李安兰见云野马上就要发火 联盟说道 这可不怪切身 是母后从昌安 给你儿子派了一位管教嬷嬷 一位专门交礼仪的宦官 这不关我的事啊 你们李家的风仪都很好吗 你那几个姑姑 那都是受过这种教育的 为何把日子过成了毛坑一样 云家的好孩子 可经不起你们这样折腾啊 李安兰将云野 按到椅子上坐下 点着头说 您是大老爷 怎么说怎么有道理 切身说不过你 李家太大了 难免良袖不齐 将来云家也会变得很大 到时候就不是您一两句话 能让所有人乖乖听话的了 现在多点规矩 总是好的 免得将来乱了张法 去给我准备两样可口的饭菜 我们三人呢 吃一顿饭 否则俩也喝两口 新月已经快把兽儿给逼疯了 那个孩子天生就是一个心胸开阔的 都受不了了 更不要说容儿的 说到底呢 还是我对不起这孩子 他现在还是对他的兴致耿耿于怀 云夜拿毛巾擦了一把手 回头问李安兰 是啊 以前年纪小 孩子还不知道问这些事情 这两年总是问我 为何爹爹姓云 他却姓李 有一段时间 还逼着府里的人喊他云荣 幸亏没有外人听见 这要是传到长安 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就下来了 李安兰现在变得非常的胆小 这和皇帝这几年总是拿皇族开刀有关 李安兰似乎对庞大的皇族 还有勋贵群非常的不满意 总是想着各种办法来消肿 李大尹是这几年唯一被正式封爵的家伙 至于高丽王高建武和冤盖苏文 这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那是一个怎样的爵位 还不至于 容儿如果不愿意继承你的封爵 那就让路儿接人好了 一个小小的爵位 云家人还不放在眼里 我的孩子将来都是有大书记的 用不着吃爹娘的老本 对于云叶的这番话 李安兰还是很有意见的 这个女人对儿子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云露长到这么大 就吃了他几口奶水 那个孩子吃新月的奶水 也比吃他自己的奶水多 弄的那个孩子现在就认为新月是他亲娘 对李安兰都没有多少印象 不过这和新月有意无意的淡化李安兰也有很大的关系 饭菜端了上来 云叶习惯性的揉揉李蓉的脑袋 一家人就要入席 一个老宫女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连忙整理李蓉的头发 这一幕很熟悉 李承前和云叶都没有少受过这样的待遇 云叶也不发怒 每个人都有他的职责所在 这个老宫女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没必要责备他 云叶直指门口 对那个老宫女说 以后我们爷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躲远点 不管我们干什么都不许你过问 孩子需要你教这些东西的时候 自然会去找你 现在出去 老宫女以前是长孙身边的人 知道云叶的脾气 蹲身行了个礼 也就走了出去 李蓉的神经似乎一下子就放松了 笑着对云叶说 爹爹 孩儿今日想喝点葡萄酿 不加蜜 加了蜂蜜的葡萄酿 那还叫葡萄酿吗 爹爹小的时候啊 可没少喝酒 只是你祖师爷爷不知道罢了 男孩子喝一点不妨事 李蓉高兴的拿起勺子 给爹爹和母亲的酒杯 装满了葡萄酿 给自己的酒杯呢 也加满了 还知道用竹夹子 夹两枚冰鱼放进去 云叶呵呵的笑着 对李安岚说 这孩子平时啊 没少偷喝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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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